台北市发生了一起自撞的意外 发生在昨天深夜 一位刚从补习班下课的年轻男骑士 他从台北车站骑往内湖方向 准备要回家的时候 没有想到经过明泉东路四段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自己不小心撞上一辆 唯一停在路边的游览车 这骑士当场撞进彻底受伤 详细情情连线给记者陈芷芳 好了 主播各位观众 这起车祸自撞意外 发生在昨天晚间11点左右 一名年轻男骑士自撞一辆 停放在路边的游览车 画面中可以看到骑士表情相当痛苦 与机车卡在游览车的左后方 上市看起来相当严重 而是后警消雨救护人员赶到 先协助骑士脱困 再将他送医治疗 而游览车司机则是在一旁 接受警方的询问 让我们来听听目击民众的访问 他直接靠边这样 对 他就停着这样 他没有打双方灯 所以后面机车是来不及闪的样子 对 直接拨过 而根据了解 骑士当时结束补习 从台北车站骑回家 却在民权动路四段处 疑似因为下雨视线不佳 没有注意到前方 停了一辆违规 停放在小客车停车位的游览车 而司机当时在车上休息 却没有打警示灯 导致骑士没有注意 就直接撞了上去 下半身卡在游览车车地 造成右脚开放性骨折 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 而违规的游览车司机 警方也会依法开罚 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讯息 将时间镜头转给棚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